就算天塌下来了,也还有大哥和二哥顶着呢,我担心什么? 没错,外人眼中的霍启人一直是这么的潇洒。 作为霍振婷和朱玲玲的妓子,无论是从曝光率来看还是从头衔数量来讲,霍启人明显都逊色于两位哥哥。 但是若要论到绯闻女友,霍启人可一点不比霍启刚和霍启山少。 不仅是富二代还是家里的老小,过去的霍启人在大众看来多少有点游戏人间的态度。 然而直到近日,当霍启人的消息被全网曝光后,众人才那叫一个意外,这一天早该来了。 如果当初他能嫁给霍启山那该多好,起码没有如今这么多糟心的事了。 几天前,汪峰和90后女友官宣一事差点没把内鱼捅出个窟窿。 身为汪峰的前妻,张子怡也难免受到波及。 当张子怡最近以极好的状态现身嘎那时,粉丝们既欣慰又心疼, 要是当年踏进了霍家的门就不用吃这么多苦了,而且还能有个世界冠军。 嫂子,多好吧。 一说起郭晶晶和霍启刚,那真像是小说照进现实。 两人一个是为国争光的,跳水皇后,一个是顶级爱国商人的后代。 近年来,在自己的努力和妻子的支持下,霍启刚的事业可谓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接连旅心直的她简直是香港霍家的活招牌。 然而值得注意的却是,霍振婷绝不止一个儿子。 朱玲玲是个肚子争气的,一口气为霍振婷生了三个儿子,这可让当时其他的香港阔太羡慕坏了。 霍启刚的故事人尽皆知,咱就不多说了,可霍启山怎么也这么优秀啊? 是家族企业的副总裁不说,还是商会主席和香港足球协会的领军人物。 在两位哥哥的强光环之下,霍启人显得有些弱小。 但要知道,当年霍启人的故事可是轰动了整个香港。 2010年夏天的一天,港媒传来一则不好的消息。 当天早上,一辆宝马跑车忽然失控冲向道路旁的栏杆。 而驾驶这辆敞篷车的司机不是旁人,正是霍家三公子霍启人。 当时霍家上下整个为之一阵,真的下得不轻。 所限人没什么大碍,也没有商级路人和其他车辆。 但乐极生悲。 在经过测试后,警察发现霍启人体内的酒精含量明显超标,完全是罪嫁。 再然后,霍启人自然就被带走了。 虽然后面的他很快被保释了,但这已然成为了伴随他一生的小五点。 不过比起这一事件,霍启人的花边新闻倒是更博人眼球。 细看霍启人的公开资料,好像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正儿八经的正牌女友。 如果非要说,那Rebecca Lowe算一个。 但现如今,她早已不在人世。 Rebecca Lowe和霍启人读书时相识相恋。 有钱人的生活太复杂,太乱,简直让我们完全无法想象。 总而言之,因为爱恨情仇,因为患上了抑郁症,年轻的Rebecca Lowe鲁莽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可想而知,霍启人当时自然成为了舆论的焦点人物。 在那之后,霍启人也还是有绯闻传出,她和杨千佩的故事向来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奇怪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霍启人竟稍稍地收起了锋芒,不再有花边新闻传出。 我当时以为是什么原因的,直到最近的事情曝光后,一切总算有了合理的解释。 近年来,在公开场合,在霍启刚和霍启山的身边,我们时常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没错,就是霍启人。 他们平平如此,是为了什么?想必不用我多说吧。 当然是为自己的弟弟积攒人脉,以便他也能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但这还是最叫人意外的。 日前,霍启人罕见传来消息,不明则已,一鸣惊人。 在互联网上已经传开的一组照片中,霍启人单膝下跪,向自己的女朋友求婚。 看照片,女子无论长相还是气质,都不舒大扫过精精。 原来对方是个泰国人,曾是模特,家里条件不错,也是开公司的。 她名叫南风,如今已经可以称呼她为霍启人的未婚妻了。 据传,两人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恋爱了,但霍启人很少公开。 能让霍启人为她收心,南风也是个厉害的角色。 但更为重要的是,霍启人早已悄悄地改变了。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霍启人已经是家族企业的执行董事了。 再结合她的现状,看得出来她早已明白并开始了替父兄分忧。 而这也完全是霍启人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俗话讲,先成家,后立业。 无论这句话正着来讲还是反着来讲,霍启刚都将她贯彻到了极致。 在她的帮衬下,如今霍启人也渐渐成了气候。 既然已经求婚成功,相信霍启人一定好事将近。 就让我们一起为她道喜,也期待着成家后的她会做出比哥哥们还要喜人的成绩。 论起如今在社会上的名气,霍启人自然是不如自己的两位兄长。 但以后的事情谁又说得准呢?不是吗? 过去大家曾认为霍启人,游戏人间,不论是出于爱情方面,还是事业方面,这都是比较狭隘的说法。 或许霍启人只是没有遇见对的人,或许她一直在为企业和家族默默努力着。 不过这些早已经是过去式了。 能迎来今天这个局面,霍启人真的好不容易,相信哥哥霍启刚也一定会为她高兴。 希望在哥哥们的照看下,希望在自己的努力下,霍启人能拼搏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 霍启刚的弟弟霍启人最近成功地向泰国女友南凤求婚,随后该女子展示了钻石求婚戒指。 香港媒体透露他们将于明年1月结婚。 据报道,自2015年以来,霍启人的未婚妻一直在纽约和香港的主要建筑和设计公司工作。 霍启人作为霍家的三个儿子,一直受到媒体的关注。 他的成功地求婚无疑给霍家的一大喜事。 在这个求婚的背后,有一个浪漫而温暖的故事。 据香港媒体报道,霍启人求婚当天,单膝跪在一艘船上向女友求婚。 那一刻永恒定格。 求婚成功后,未婚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自己的大钻石戒指来庆祝这一重要时刻。 这枚钻石戒指不仅耀眼,而且象征着两人爱情的坚定和永恒。 钻石戒指的曝光也引起了网民对未婚妻身份的猜测和好奇心。 经过媒体的深入挖掘,未婚妻的真实身份终于浮出水面。 他的名字叫南凤,本名Purisa Song-Sombat,出生于1994年,比霍启人小六岁。 南凤不是出生于普通家庭,而是来自泰国的富裕家庭。 他曾在泰国顶尖大学International学习,School Bangkok,之后又进入普瑞特艺术学院学习室内设计。 毕业后,在许多设计公司工作,并在香港开设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收入很高。 南凤家族在泰国享有盛誉,从事建筑业,家境富裕。 然而,他并不娇生惯养,而是低调平易近人。 知情人士透露,南凤乐观善良,喜欢画画,爬山,享受美食。 他的穿衣风格简单朴素,不追求名牌和奢华。 虽然南凤家境显赫,但他并不张扬。 早在2019年,香港媒体就拍到了他和霍企人外出的照片。 当时他出门不化妆,购物时精心挑选。 他的风格与普通富裕家庭的女儿大不相同, 更像是一个来自普通家庭的女孩。 更令人惊讶的是,南凤也喜欢纹身, 左臂、夜窝和胸部都有玫瑰图案, 这也显示了他独特而不守规矩的个性。 霍企人和南凤的恋情始于五年前, 他们一直保持着低调的恋爱状态。 现在终于取得了积极的结果, 即将步入婚姻殿堂。 这个消息无疑是霍家的好消息, 尤其是霍企人的母亲朱玲玲。 作为香港著名的社交名人和港姐冠军, 朱玲玲一直非常关注儿子的爱情生活。 据报道,朱玲玲对南凤印象很好, 不仅出生在一个名门, 受过良好的教育, 而且性格温柔,真诚。 在朱玲玲看来, 南凤是她理想的儿媳候选人。 因此,得知儿子求婚成功后, 朱玲玲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 对南凤的偏爱溢于言表。 然而,即将到来的婚礼也引起了很多猜测。 最受关注的是霍家的另一个重要成员, 郭晶晶的地位是否会受到影响。 作为跳水女王, 郭晶晶自嫁入霍家以来一直受到青睐。 她不仅为霍家生了三个孩子, 而且在霍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地位。 如今,随着南凤的加入, 外界纷纷猜测郭晶晶是否会失宠。 霍家内部人士表示, 这一猜测纯属无稽之谈。 她们认为, 郭晶晶在霍家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与南凤的加入没有直接关系。 此外, 郭晶晶和南凤之间没有矛盾或冲突。 她们都是霍氏家族的重要成员, 将共同为霍氏家族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 在霍家这个大家庭里, 每个人都明白团结和谐的重要性。 她们相信, 只有共同努力, 这个家庭才能更加繁荣。 此外, 随着婚礼的临近, 霍家沉浸在喜悦中, 朱玲玲亲自操办了各种婚礼事宜, 希望为儿子和未来的儿媳创造一场难忘的婚礼。 而南凤也在积极准备自己的婚纱和礼服, 期待在婚礼上展现出最美的一面。 在这个充满祝福和期待的时刻, 我们忠心祝愿霍企人和南凤的婚姻幸福美满, 白头偕老。 同时, 我们也期待她们在未来携手共进, 共同创造更美好的人生篇章。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